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了不想让议员冤枉好人 就是所谓的冤枉那个江妈妈 所以他们整群人就是派了他们两个吧 然后就过来这边说 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们时间澄清 然后要我们安排议员尽快 在两天到三天内尽快跟他们见面 他们其实讲的话其实都还有待求证 讲台上分享买房理财 她是被控诉的料姓妇人 人称江妈 她开办授课 畅谈买屋经验 如何小撕翻转进大户 投资买房幸福人生 投款的180万不能用汇款 是拿现金的 再来就是要三份不限定用途的 硬件证明跟硬件章 那他只告诉我们 这就是他们在这边买房的一个流程 被海人指控江妈打着低投款 还无息利用 三千万的房子只要上江妈VIP课 先付八万八就能争取到一百八十万的投期款 银行贷款下来发现不足 江妈集团就会要被害人签千万本票给建商 但房子最后被法拍 银行也贷不到 建商也提早要钱 结果要不到钱 他就把他的房子再拍卖掉 这炸鸡集团 对啊 我们向被控江妈集团求证 截稿前未接听电话 连去服务处踢管的男子 也没留正确电话 是否当中有误会 江妈集团恐怕还是得出面说清楚 这是这场王家和新闻报道